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杨贵妃杨玉环是唐朝美女,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, 记得小时候就听过一旗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识力之乃,回眸一笑百眉声,六公粉带无颜色,堪称大唐第一美女, 死后千叶年,无出其佑者,杨贵妃杨玉环于妻师王昭君,貂蝉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, 到底平时磨让皇帝为她做那么多,那么杨玉环到底有多美,她尝的到底是什么样呢? 杨贵妃杨玉环有著迷人的身材,杨贵妃杨玉环竟然是个胖子,历史记载NBSP, 杨贵妃杨玉环身高1.64米,体重138斤,四川人士,明玉环是一位传奇式的古代美人, 也有说杨贵妃杨玉环身高1.55米,体重120斤的, 但杨贵妃杨玉环究竟有多胖,至今无法考证,只能从唐代诗词,书画,雕塑,陶永吉各类艺术作品中寻得一丝痕迹, 比如唐人绘制的贵妃出玉图就给后人留下了齿幅春光,典户有环匪烟手, 她和汉城帝时的赵飞燕,一起成为古代美女的两个不同类型的代表, 说的就是杨贵妃杨玉环的胖,赵飞燕的瘦,所以汉朝是以瘦为美,唐朝则是以胖为美了,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,唐人为何以肥为美,风鱼的杨贵妃杨玉环,缘何受宠, 我想大概是因为唐朝是个富有的朝代, 陆府有时记载《稻米流之素》里来,公司仓点聚风时, 国家繁荣昌盛,人们风衣足时,大多可放开肚皮, 畅快淋漓地吃香的喝辣的,具备了身强体胖的外的条件, 也就保持了健康丰满的体格。 杨玉环原是唐玄宗的儿媳,武惠妃病逝后,由高丽时推荐入宫, 唐玄宗因故技名分,不能直接将儿媳妇纳入宫中, 于是以追荐太后为名,度她为语道士,驻太真宫修道,天宝四年, 玄宗正式册封她为贵妃,其实的杨玉环也是一个成熟的女性, 她的魅力在于自然娇嫩的肌肤,赢得了三千宠爱在一身,六宫粉带相形失色, 这说明杨贵妃,杨玉环美容有数,因而能够长期固充, NBSK,唐朝以胖为美的典型就是杨玉环, 她资质丰远,上歌舞,通音律,为唐代宫行音乐家,舞蹈家, 被后世欲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, 她先为唐玄宗儿子寿王礼茂王妃,受令出家后, 又被公爹唐玄宗册封封为贵妃,天宝十五载七百五十六年, 安禄山发洞叛乱,随李隆金流亡属中,途经马卫义, 杨玉环于六月十四日,在马卫义死于乱军之中, 香肖玉脸,杨玉环容貌妇原图将杨玉环的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, 从杨玉环容貌妇原图中可以看到,杨玉环的脸庞是十分精致的, 她的眉毛弯弯得非常纤细的,就像是春山的柳叶, 不浓不淡,恰到好处,如种江南女子的清秀,温婉, 她的眼睛很大,眼睛周围有柱淡淡的妆容, 眼角微微上翘,睫毛略长, 她的眼睛微微睁住,有种妩媚的美, 勾沉的美,她的鼻梁是高挺秀气的, 布她的鼻子围她的每天团甲娃, 她的嘴唇十分红润,嘴角微微上翘, 像是在微笑一般,有种惊心动魄的美, 她的嘴唇并不是很饱满,嘴唇略小, 有种小加碧玉般的清丽,杨玉环的耳朵饱满白皙, 脸庞有些圆润,像是如今的额蛋脸, 杨玉环的头发乌黑发亮, 头发出现了她白皙的皮肤, 她的美由此更添一筹, 妩媚中有助清丽,清丽中加达助妩媚, 除了自容出众,体态风语, 擅长歌舞,通晓音律, 使得玄宗渐渐迷恋,不能自拔之外, 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的迷恋杨玉环的, 应是她有过人的聪明, 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,又善解人意, 每每只板银勇清歌漫舞的时候, 总要演诵秋波,向玄宗传达某种风情, 指引得这个声色皇帝爱欲不尽, 情不绝,在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, 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, 直直一语而死呢? 她的美容容华贵, 也比其他女子多了一种英系之美, 她打马球,一太莫迁, 更拥有一身漂亮的奇术, 范冰冰版的杨贵妃与唐宁皇, 上演的一段惊心动魄的马阵, 也足以让是人知晓这位美人的惊艳过人之处, 她于西施王昭君, 貂蝉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, 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立位最高, 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, 她的美足以让六公粉带无颜色, 她的美足以示的, 从此君王不早朝